法律工作者正存住的办公室 于5月4日早晨被员工发现 办公室的门没有锁 电脑也遭窃 随后员工立刻报警 他们发现办公室丢失了两部手机 一部个人苹果电脑和一台摄像机 从办公室摄像系统看 是有人入室盗窃 长期反共的民运人士郑存住认为 近期海外民运人士遭遇的一系列事件 可能都有幕后黑手 那背后都是共产党的特务 都有幕后黑手在 那假的话如果是针对我个人的话 那就是对我的一种警告 他指出近年来 反共人士借力箭多次被车撞 甚至被歹徒持刀刺杀等事件 海外华人媒体大纪元 报纸报箱也多次被偷 投币系统被破坏等 因此他不排除有人 针对海外自由媒体和民运人士 采取手段以达到威胁的目的 我记得好几年前的话 就有人尾随了我的车 在我车上面破粪 用了一个色彩 红颜色进行警告 这招是没有效果的 就是我们坚持我们认定的 所赞同所追求的这种普世价值 在美国是能够得到 美国法律的保护的 如果采取这种下三乱的手段 威胁我们的话 他们在美国是很 我认为如果是警方调查的话 他们很快会把这些幕后黑手 把他揪出来 就像这次在纽约有五六个 这样的一个共产党特务被起诉一样 他誓言 尽管面对威胁 他不会放弃追求普世价值 他也奉劝歹徒与幕后黑手 在美国迟早会受到法律制裁 新唐人记者杨阳 洛杉矶采访报道 和北京的记者杨阳 也认为是台废的